習近平訪港期間 消息指警方每天會出動約8000警力 保安達反恐級別 習近平夫婦將會入住灣仔君越酒店 警方星期一在酒店和會展一帶加強保安 同時會展對出的中環廣場空地 以訴起水馬鎮 多個親共社團 包括廣東社團總會等 在君越酒店正門外 拿起歡迎習近平的紅色橫幅 不過幾小時後就拆除 近期在有短訊流傳 有親共社團準備在七一搞收錢遊行 歡迎習近平 中共軍事專家辛子林透露 習近平防港保安工作早在半年前已經部署 要確保萬無一失 其中首要嚴防江派攪局 包括暗殺 海外媒體曾披露 習近平多次遭暗殺 如已落馬的江派高官周永康曾至少兩次試圖暗殺習近平 大紀元時報記者梁珍 香港報導